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好 但你拥有的是 我怎么样也买不到的东西 说起来是我配不上你 我不懂 你就当听故事 我只说一次 听完忘掉 从前从前有一个神童 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 有一天他以为 死了很久的老爸突然出现 说要接他们回家 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是 豪门失神子 神童有一个弟弟 出生的时候就被指定为 未来的接班人 神童的母亲为了要讨好他 要求神童装笨 不能比这个弟弟强 他撕毁所有满分的考卷 阻止他练琴 趁他在练琴的时候 我上琴盖弄乱他的手指 没有人需要他 也没有人对他有期望 而你不一样 你有家人 有他们对你的爱 我还按期待 是他这辈子都不会有的 你说没有 他们不要 我要 他们不给 我给 你有我 抱歉 谁让你听那么无聊的故事 不无聊是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家了 不要我们 我爸跟静语很难过 但 我很开心 因为以后不会再挨打 以前只要下大雨 他就会打我 如果打雷 他就会打得更狠 我很怕他 你已经长大了 不用再怕了 你已经长大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